清日节就要到了 我今天打算给大家做一个多肉花环 我特意选了这个新型的铁衣架 可以直接放在桌上 比吊挂起来的花环会更方便一些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水苔 建议大家不要用智力的水苔 就是普通的这种就好了 因为智力水苔它是条状的 比较适合用来铺面 然后还有准备一把镊子 一点铁丝 镊子的话一会儿是用来清理多肉的根本 还有现在的多肉状态都还是不错的 大家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首先我们要把水苔充分地打湿 水苔打湿以后 我们就要把它这样子捏一捏 捏到半干 不要捏到太干 要保留一点水分在里面 因为多肉的话 刚种下去还是要吸收一点水分的 然后我们把打湿了的水苔塞到这个心里 把水苔要塞得满一点 然后我们盖上看一下 大家会发现都塞得比较满 一定要塞紧一点 等会儿中多肉的时候 多肉才不会掉下来 塞好以后的水苔 大家稍微这样子整理一下 让它每一个部分的水苔都是均匀的 然后用镊子感受一下 插进去感受一下这个水苔的松度 你可以看到还是很轻易的可以说在里面稍微的搅动 因为等会儿多肉的根部要这样塞到这个孔里面去 所以你如果塞得太紧 那么水苔不易波动 你中的时候就会很困难 好了水苔的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处理一下多肉 像这种根部的土块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清理的更干净一些 因为水苔它不是最利于多肉生长的介质 所以我们把土块弄得干净一点 更利于多肉在水苔里面发出新的根来 大家不要担心一些小的须根被破坏了 多肉会有损伤 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处理好的多肉我们可以先摆一个形状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把中心当作重点 我喜欢这种稍微不对称一点的感觉 大家这种配色呢 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就好了 美美搭就行 我先教一下大家 怎么把多肉种到这个水苔里面 一般呢 多肉它会有这种比较粗壮的根 这种很好种 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 在这里锁个洞 然后用列子 把多肉这样往里面塞进去 就好了 像这种根系特别细小的 就不是很容易塞到水苔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铁丝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刚才那个铁丝呢 我把它的外面这层皮给剥掉了 露出了里面这种比较细软的 稍微把根部这样缠住就好了 不要领得太轻 也不要说把它卡住 就稍微勾住就可以了 然后用叶子在这里 一样是戳一个洞 然后轻轻的温柔一点 把它们整个塞到水苔里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旁边的水苔 去稍微的挤压一下 把它固定住 我们其实是要利用水苔去固定好多肉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零碎的水苔在旁边 这样会塞得更紧更满一些 多肉也会长得更好 不容易掉下来 然后就用铁丝先把根部这样缠起来 我们现在要在这里还是挖一个洞 然后把根先塞进去 根塞进去 然后我们要用列子 把这根铁丝从侧边的这个铁丝往这 努力地穿过来拉紧 然后再把它往里面埋一下 这样这颗就立起来了 我打算在这个位置种一颗我特别喜欢的山地玫瑰 它的样子其实就跟玫瑰花没有什么区别 非常的漂亮 今天我做这个多肉花环 真的是从白天做到黑夜了 给多肉花环浇水呢 一定要等水苔拌干的时候再给它浇 另外也不要呢 有事没事就给它喷一下水 这样子对多肉来讲是不好的 浇水的大原则就是要么不浇 要浇就一定要浇透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新手做的小礼物爱意满满的哦 送颗心给你们 祝你们情人节快乐 情女们天天甜蜜 单身狗们身体健康 开心最重要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原意的小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讨论 我会尽可能的回复的 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